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 叫佟玉婉 不信你可以去学校调查的 没事了啊 你叫佟玉婉 前卿佟大学士人 是 我会去你们家找你的 佟玉 她去你们家干什么呀 佟玉婉 佟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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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我 我 你这是干什么 我不走 你让我死 你以为死了就能一了百了了吗 没那么容易 我告诉你 你今天就是把胃洗成筛子 也得给我服侍沈将军 我 我是人 我有尊严 不自由 勿念死 给我 给我 你干什么 你没看见清平 她很痛苦吗 清平 你没事吧 左公子请放手 清平在出嫁之前 是不能和男人接触的 那好啊 你就把她嫁给我 那以后她的事我来负责 请你不要凌辱我的尊严 清平 你忘了你是什么人了吗 不能和男人说话 我都已经不怕死了 还怕这些可笑的规矩吗 不能处在自己的命里 还不如让我去死 对不起 对不起 我的车就在外面 我送你去医院吧 清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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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坚持住 清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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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你误会我自住你上去的目的 我希望你能给我机会证明 因为 我会让你看见一个 完全不一样的赌云堂 我亲佩你的纲力 仰慕你的才华 而且 被你的美丽吸引你 你 我亲佩你的纲力 我亲佩你的纲力 所以 我願意脫下 我這萬事不公的偽裝 讓你看見我的真心實意 知道嗎 我第一眼看見你的時候 發現我們真的很有緣分 我就愛上你了 你要答應我 不要傷害你自己 不管怎麼樣 我一定想辦法把你帶走 不然你再受到任何傷害 相信我 等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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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得了 就知道你不死心 盯你一天了 最后一次机会 供出你的幕后主人 我就是我自己的主人 我想要干什么 谁也拦不住我 如果我爱上你 你绝对逃不掉 怎么样 要不要试一试 收起你这套把鞋 我要是相信这种美人计 早就死无葬身之地了 真的吗 带走 将军 那些刺客分属不同的来路 有些是前司令 邓辉成的手下 有些是前卿余念 至于那个号称 能替父亲报仇的女杀手敏儒 我推测 是孙中山那边的人 孙中山 有确切证据吗 还没有 他经过严格的训练 我觉得保私仇 仅仅是他的一种伪装 你说我该怎么对付 他们背后的指使者呢 您的意思是 我本来想大力发展上海的工商业 做好这十里扬长的父母官 但是看来原水解不了尽客 这拖欠许久的大笔军项 才是我真正的燃眉之计 我们要找个当地的富豪 好好让他出出血 将军为什么不找外国洋行 那些洋买办 霸占了上海最好的生意机会 该让他们出血了 外国洋行不是慈善家 他们给你的每一文钱 都在等待十倍的汇报 算了你不懂 不说这个了 你这次诛杀杀手有功 我该怎么奖励你啊 我要童家老宅 理由 我父亲说 童家可能是打死我母亲的凶手 童家 上海滩三大化伤之一 很好 我允许你对他们为所欲为 啊 哎呀 不行不行 我怎么就画不出他的英气 霸气 豪气呢 小姐 这坏了谁啊 苏西 你知不知道有个人 叫周庭琛 就是沈将军的手下 黑鹰 好像听说过 他可是个杀手头子 枪法可神了 九发子弹 能打下十五个灯泡呢 九发子弹打十五个灯泡 怎么打 我哪知道 你问这个干什么呀 十五个就十五个呗 不就是个传闻吗 早知道不问你了 又是传闻 我可是亲眼见过他的枪法的 就是心肠太冷了 这样的男人真可怕 小姐 他冷不冷跟你没半毛钱关系 跟他老不操心去 你从进屋回来不停地画呀画呀 该操心的不操心 家里被封大门的事 什么 家里被封大门了 谁封的 太太 我拦都拦不住啊 真是无法无天哪 这 这 这 你看看 这位先生 你找佟某 有何贵干哪 怎么会是他呀 这回麻烦可就大了 阿玛额娘 一万 怎么是你 你怎么连最起码的礼貌都不懂 青天白日就到我家作威作福 你是沈将军的红人就了不起吗 你 太让我失望了 佟大小姐 人间万事皆有因果 你说我在你们家作威作福 你难道忘了 曾经有人是紫阳对我作威作福的吗 玉丸 回房去 来 玉丸 快去 阿娘 别回去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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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 这位先生 如果我们佟家有什么得罪之处 请你明言 我们好尽量地弥补 我来是公事公办 你们佟家十年欠驻军军饷十五万元 今天必须一次矫情 今天必须一次矫情 这 先生 请 请您上座 同福 上茶呀 是是是 快快 努力了 吃人嘴软 要么我带着十五万县大洋走人 或者 把你们佟家老宅的房契拿出来做底呀 什么拓潜军饷 那都是丽人军阀的敲诈勒索 十五万这个数字你有什么凭证 就凭你一嘴定价吗 你太仗势欺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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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都是丽人军阀的敲诈勒索 那都是丽人军阀的敲诈勒索 你们家仗势欺人的生活 你难道忘了吗 一张银票换穷人的一根手指 那也是你们家一张嘴定的家吗 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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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不能进一步说话 这位仙长 我家以前若是对你有所怠慢 还请见谅 十年前那笔账 怠慢两个字就能交代了吗 是童某有眼无珠啊 当年你救了我的女儿 我却误会了你 不过 君想一事 还请通融 一天之内 我哪里筹得那么多的现金啊 这是我通家的房契 我双手奉上 请再给我七天的时间筹款 如何 我问你 当初为什么恩将仇报 上门打错母亲 你这话从何说起啊 我当年差一点没赶上复经上任 我一找到女儿 我们就上路了 我当年上京的日程 朝廷都有记录 你一查便知 我绝无虚言 我会去查的 那我就给你七天时间 好 七天之内 就是交不出君想 童家老宅 就不再行通了 est Vers 爱马 到底是怎么回事 咱们家什么时候 做过 照事器人的事 你听他胡说 为了敲诈勒索 他什么谎话多说得出来 你一个未出阁的千金小姐 别管这些俗事啊 回房去 素希 走吧 老爷 华双上会会长杜老爷到了 杜会长 你怎么来了 同兄弟 听说新上任的沈将军 派人到贵府 索取军饷 我特意赶来 没想到 还是来晚了一派 来 来来来 请上座 同府啊 奉茶 是 上海啊 历届的军阀 都会强行贪派军饷 华双商会的人 都常常为此事 抗议示威 没想到沈志佩将军 竟然来了一招杀鸡敬猴 一来可以刁难同家 二来 可以震慑华双商会 杜某这次赶来 特意给同兄弟 救急 这 这同某怎么敢当啊 不行 不行 童兄弟 你可是前朝名流啊 刚到上海 你就参加了杜某 所组织的上海华商商会 更被推举为副会长 如今 你被军阀勒索刁难 再攻再私 于情于礼 杜某都应该鼎力相助 你就成全杜某 这个守望相助的意思吧 这 你可以 好了 这 杜某伯父 多谢杜某伯父仗义相助 这张支票 我就替阿玛收下了 一碗 等危机过后 一定连本带利 偿还杜某伯父 就按照现在花旗银行的 同期利息 上付三个点 伯父 您看合适吗 这位是 这位是 偷某一生啊 就得了这么一个女儿了 贵名呢 叫玉碗 辈的额娘啊 都给管坏了 玉碗 不准别说话 恋爱啊 落落大方 谈吐得体 身为大家闺秀 竟然还深懂金融之势 难能可贵啊 哪里哪里 东兄啊 令爱可曾婚配啊 上代赐归忠 可真巧啊 杜柜仗 这 全子允堂也未定亲 真是啊 等我们这个危机过了 再来相谈 你这个冲冲战 救命啊 给枪部放碗 别跑 站住 站住 救命啊 别跑 去 不要打我 这儿 这儿 这你一次来一次 我不要打我 你给回乡家吃 好了 饶了我吧 大哥 我 我 我没有抢你们生意 我没有抢你们生意啊 我就是给那些大户 算算账而已 混口饭吃了 打歌 没饭吃 很饿的 混口饭吃 饿死你活该 混口饭吃 我砸了你的算盘 看你怎么算账 这算盘 你这算盘 对我来说 装装样子了 我的心酸比猪蒜还厉害呢 我要真抢你们生意啊 我动到嘴巴就可以了 那些打算盘的小技巧啊 我看都是毛毛雨了 你还跟我废话是吧 我打死你了 别打我 大哥 很疼的 不许动 杜少爷 对不起 对不起 他呀 他什么他 他是我们杜家人 对对对 他叫 股票 不好意思 走 以后你就跟着我吧 少爷 你怎么就相信 我会口算呢 如果我骗你怎么办呀 上海骗子很多的呀 如果你说骗的话 你爸爸妈妈会不骂你呢 如果你说骗的话 你会不会很惨呢 停 少爷 你是用阳文在骂我呀 这死到铺 是什么意思呀 就是让你停的意思 都现在大罢工 继续看低那个马克 现在中德机器 什么价位啊 很高气 现在是 regimes 现在还是我们的 你可能会帮他 跟老板的 你不许可 dire 你不许可 手 也可能 我知道 你不许可 不许可 十七块四磨 十七块四磨三 好 抛多少 全部啊 全部 少爷 你真是太大胆 太大胆了 不行的不行的 少爷 我昨天晚上做了一个噩梦 我梦间 闭上你的乌鸦嘴 我不是说了吗 全抛 走 是 是 少爷 少爷 真的低了 杜少爷 股神啊 大家赶紧抛啊 杜少爷要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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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跑得过我 我就不是杜允堂了 股票 我们赚了多少钱 九万九千四百零四块一毛 我呀果然是没看错人 这个上海他们骗子的确是不少 但像你这样子 胆想啰嗦的人绝对不是骗子 我 老爷 太太 怎么样了 是啊 周廷臣有没有把房契交给我们 他不肯还 说除非 除非什么 除非让我家小姐亲自去取 胡闹 我 我耶和纳拉隆奇的女儿 怎么可以到那种贼窝呢 可是 我们那个房契呀 宁可折了房子 也不能有辱门楣 太太 老爷 这 来来来 你去跟小姐偷偷地说 快去呀 好 去去去去 好 来 喝 好水呀 来来来 进去去 来来来 我给您买一干嘛 来来来 倒好酒 来 周廷臣先生 我来了 你来这里干什么 不是你让我来的吗 我来了 房契给我 我让你去我家拿房契 没让你来这里 谁输了 他们俩输了 我们俩输了 你输了 来来来来 来 来来来 希望你懂得 什么是一言九鼎 我说 彤大小姐 你不妨换个方式 给周先生倒杯酒 或许他就会把地契给你 我家小姐不会珍酒 我来 我家小姐不会珍酒 素希 不能这么作践自己 不给他倒 小姐 没什么 我今儿还在家 给老爷倒酒呢 素希 好 喝 喝 喝 我不要再跟这个人 说一句话 走 等等 我先把你这张支票拿走 顺便把你这张支票拿走 我要他解 小姐 你到底想让我怎么样 如果这张支票 对你来说很重要的话 那就请你自己捐起来 这张银票 这张银票就是试金石 你既已接受了 接来之石 可见 你也是一个 没有骨头 贪图小利之人 这张支票是试金石 你既然愿意蹲下来 捡起接来之石 那就说明你们童家 毫无尊严可言 你今天要是敢走出这个门 我明天就收了你们童家老宅 郑廷辰 我们童家到底怎么得罪你了 让你如此不择手段 你们童家 你们童家 仗着祖宫留下来的那点臭钱 你们童家留下来的那点臭钱 狗眼看人帝 想要拿回自己的尊严 可以了 那就让我看看你的真本事 你们童家 你们童家仗着祖宫留下来的那点臭钱 你们童家仗着祖宫留下来的那点臭钱 三间商铺的租金 我就还你房契 这三家拖欠房租的商铺 都让你很疼痛 我现在把这个头疼的事情让给你 希望你能够超随 好 一言为定 我一定让你把房契 双手捧着还给我 有人吗 开一下门 我们是来收房租的 别这样 别这样 我们店根本没生意 要逼死我们的 别哭了 别哭了 大神 快走吧 谢谢 谢谢 别哭了 你拿着 快给会莫知病吧 快快快 开门啊 还有没有天理啊 不交房子你还耍后 你今天要是不给我钱 我 我就坐在你们家门槛上 我让你做不成生意 欠债不还 全家死亡 欠债不还 全家死亡 来来来 来看啊 苏西 别这样 不合适啊 小姐 我跟你说 这家裁缝铺 生意可好了 我今天说什么 也得把钱要出来 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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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今天没心情交房租 我就这脾气 怎么的 我就不讲理了 可是 可是 喂 喂 租金 我收上来了 给 阿贵家 你倒贴了二十块 租金十二块半 宝根家你倒贴了三十块 租金十五块半 只有小裁缝柳妍家你没倒贴 但是租金一个铜板都没收到 对吗 你 你怎么知道 在富贵里撑面子 那都是扯淡 在贫穷里讲尊严 才是真本事 可是你 没用 可是 他们 你跟我来 来 没想到收房租的还能倒贴子 他这风说来就来了 不如就用这钱把房子架勾一下 不要赏了小钱丢了老命啊 老东西 门开金哦 来 给爹倒手 快 倒 来 拿着 给你爹倒啊 好 这件事什么 过三天可以过去 挺好看的 怎么会这样 我试试 你现在看到 世道就是这样 那我被骗了 我去找他们 把钱要回来才行 糟了 这么大的台风啊 不行 那些租客的旧房子有危险 我要去救他们 你不恨他们 骗了你吗 挂不了那么多了 人命关天啊 喂 开门 开门 快开门 快 开门 快 开门 别再装了 快出来吧 人命关天 快跑 喂 哪儿 快跑 快走啊 台风来了 你你你 你都不去管你们家事 关我们家事干嘛 这是危房 别再说了 快走啊 这里只有台风铺的房子 才够牢固 可是他凭什么 让我们进去躲呀 好 我去跟那儿说 二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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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快快 快走 快点快点 快点 蓮燃师傅 开门啊 我知道 虽然你的脸是冷的 可是你的心是热的 开门啊 蓮燃师傅 你帮我大家吧 快 蓮燃师傅 大家快进来 快到屋里来 快进来 我来帮你 你 蓮燃师傅 我来帮你 好 你们先进去 来 快躲起来 喝咏 大家快躲起来 躲起来啊 太危险了 躲起来 你快点进来吧 快点进来吧 快 进来吧 小姐 天晴了 晴了 佟小姐 不好意思啊 我们马上把钱给凑凑 把房租给交了 佟小姐 你呀 好信有好报的 老头仔 把钱给交 佟小姐 给我吧你 索性 我把这几个月的房租也交了吧 佟小姐 来 省得你们俩费事 跑来跑去 给 别 别 大家先把钱收起来 你们先听我说几句 这场台风 给了我一个做生意的灵感 每年啊 上海这个季节 都会来好几次台风 大家可以利用这个商机 多经营一些应急商品 比如说 防风的玻璃罩 干粮 蜡烛 雨伞 雨衣 雨靴 这样一来 你们的生意肯定会更好的 这个月的房租 我已经替你们垫上了 等大家赚到了钱 下个月再还给我 拜家 两个点的利息 怎么样 这个 好好好 太好了 好 慢走啊 小心啊 那个门 你替你父母 弥补了很多过错 我父母 是跟你有什么恩怨吗 你还记得 十年前发生的事吗 十年前 好像是发生了什么事 不过我当时得了场大病 高烧过后 就什么都不记得了 什么都不记得了 而且我阿玛额娘 也没有告诉我 当时出了什么事 这件事 跟我家的房契有关吗 十年前发生的事情 你最好全部都忘掉吧 好了 咱们现在两清了 再见 十年前 到底发生了什么呀 反正他不是个坏男人 我没看错 佛祖保佑 保佑渡家上下平安 各个安分收集 云堂早日成婚 早生归子 老爷健康 家世兴旺 老爷在你房里睡得太晚了 大姐 昨晚老爷没有睡在我房里 是睡在书房的 你呀 你呀 以后的家务事 要上点心了 别以为你儿子允威 在公司里管了点事 你就坐享其职 大姐 大姐 大妈好 妈 允堂呢 他 允堂跟同学去打猎 说是要在郊区住了 这反倒也不归宿了 家还像个家吧 大妈 您别怪我就是重提 二弟到了该娶亲的时候了 有了二少奶奶 还怕留不住二弟的心吗 到时候二弟围着您转呀转的 您想轰都轰不走呢 雪竹啊 你认识的家眷女的多 有没有合适的 给允堂介绍一个 有是有 不过这话终究不该我来提 没关系 不管谁家的女孩 只要你看中了 你就说 多么 贱晚的女孩 我是不是要见过 这些女孩 还是真的 你叫也不叫 你叫我 非常精彩 无底洞啊 大妈 几年前 黎家也是响当当的大户 朝廷都倒了 谁家能守得住 自己的万年继业呢 你不明白吗 什么叫此一时 彼一时 看到了吧 这就是你教育的媳妇 还没等怎么着呢 就张簧成这样 怎么了 我们借给他娘家钱 还借出冤家来了 允威 回头好好教训一下你媳妇 别这样顶撞大妈 是是是 大姐啊 您放心 我回头让雪竹 不再贴补娘家了 从现在开始 就在亲戚里面放出口风 就说我们允堂 想找一个有家世 有门历的千金小姐 到底怎么回事啊 那个股票 它到底信你了解吗 大哥 我敢留下的刺有我的打算 从小到大 你就看不起大哥 我这个大哥永远比你笨 我告诉你 今天大哥我就聪明一次 给你报信来了 知道吗 父亲生气你整天游手好险 让大妈给你找一房媳妇 好好管管你 大妈今天就派人 去找和咱们杜家 门当户对的大家闺秀了 你看我就知道你会很不满意 这样 我小姨子雪梅 你看怎么样 枝树打理还会画画 比我们家那个母老虎 多才多艺 你要娶了她 咱们就是亲上加亲了 对不对 你就让她们死了这条心吧 反正我已经有自己心爱的女人了 是谁啊 一个值得我杜允堂 为她钟情一生的女人 是谁啊 是谁啊 杜公子 我还没追究你擅自带清平去医院 坏了我的好事 害我搭不上沈将军这条线 杜公子 你现在还敢来见清平啊 不可以吗 清平确实与众不同 你想见她 除非你娶她 那娶就娶吧 反正我缺个态态 说娶就娶呀 哪儿那么容易啊 我知道 金夫人你的养女 全部都是卖天家 不是 要的都是 天家的聘礼 这样吧 反正你在清平身上 也下了血本 你开多少 我就给多少 我都认了 杜公子 好大的气派啊 我看不如这样吧 半个月之后 如果杜公子 对清平的热情不解 我在这儿 恭候你来接人 不过 至于聘礼的事情 除了你那天说的一百万 我还要一件小小的礼物 你明白的 旅行 真的 确实 我更能欣赏 神